表现的是什么 距离长度 距离最少是多少 距离进来 距离最短多少 那个这个 这个食物 距离你的嘴巴最短是多少 目前跟它是不是有距离 要吃进去要怎样 你不是要来示范一下 插下去 请你看它的慢动作 目前是不是有距离 然后它丢进去之后有距离了吗 没有了 所以我们讲距离 我们讲距离 当你的食物到你的嘴巴的时候 就没距离 没距离你才吃得到它 对不对 如果呢 你的食物永远维持着这个距离 你吃得到它吗 一定要靠近对不对 一直到距离变美了才可以 好 所以 所以距离 距离最短就零 没有所谓的负 理解吗 好 那我们为什么会有负数呢 负数只不过是为了代表相反 一个在零的右边的刻度 一个在零的左边的刻度 理解吗 理解 好 所以这个七 严格上来讲是怎么算出来的 你知道吗 好 先放着 先放着 如果 如果 如果这里不是写零 如果 如果这里 如果这里是写八 距离七 这个位置写多少 距离七 这个位置写多少 这刻度要写多少 怎么算 8加7 8加7 另外那边呢 8加7 其实刚刚你这个7啊 刚刚你这个7真正的运算是什么运算 你知道吗 0加7 0加7跟7加0不一样哦 你有感受到它的差异性吗 你拿8加7跟你拿7加8 意思完全不同哦 因为我们是以这里为基准来加7减7 对不对 所以你拿8来加7 拿8来减7有意思 你拿7来加8 拿7 拿负7来加8 来 有没有发现我讲的就很不顺 我是老师呢 我连我讲都讲不顺的 你写会写的顺吗 不会 所以了解哦 所以这个是从0出发 对不对 所以这个7 事实上它是0开始算 对不对 从0往那边去 所以0减7得到负7 0加7得到7 理解我在说什么 通常这个你们会啊 可是奇怪 因为它这个就不会 这里0 这里的长度根号2 这里的长度根号2 这个刻度我要写什么 从0加根号2 对不对 所以这个要写多少 这里要写多少 负根号2 负根号事实上是0减根号2 来了对不对 对 好 如果这里是8呢 一样相距根号2 一样相距根号2 这个刻度要写什么 8加根号2 8加根号2 这个要写什么 算法有不同吗 没有 我们为了让它一模一样 很重要 这是以8开始 所以你会看到 它这个都是8来写 这个是用0 这个是用0来开始 所以你其实上真正心里面的想法 我从0开始 这样 我从0开始减 把这个整个图形写在笔记本上 你要自己想清楚再写 看清楚然后就自己写 你暂时先用白纸 基本上你们应该整个装在你的那个 对啊 我整个带回去 还不容易 养成好习惯就不会忘记带 你就整个没有带来是不是 对啊 看懂然后自己写哦 对 对 右边这一整块就好 左边那个不用 然后这个我们就会算出根号2 这一个我们会算出负根号2 然后那个负刚好可以表现 一个在左边 一个在右边 那这个8加根号2等于什么呢 8减根号2又等于什么呢 你会写吗 你会写吗 尽量写整齐 直线尽量用尺画 尽量要求自己那个准一点 然后善用你的你有各式各样的颜色笔 不是吗 但是其实要做重点摘剂 其实大概就红笔就够用了 蓝笔再加红笔 顶多再加个铅笔 然后如果你有黑色的笔 因为黑色的笔 平常养成写的习惯也养成准备的习惯 到时候会考的时候或模拟考的时候 都会需要用到黑色的原子笔 所以平常就准备着 平常就习惯使用它 使用黑色的原子笔 因为你们考试的时候 要用黑色的原子笔写数学非选择题 所谓的黑色墨水笔 就是黑色原子笔就对了 蓝色不行 因为蓝色没有像黑色那么深 它扫描起来比较没有那么的清楚 你要用蓝色不是不行 就是扫描起来不清楚 就是自己认倒霉 因为是你自己选择用蓝色的 那它扫描出来不清楚 它是扫描之后才平分的 扫描之后才给那个老师看的 它不是拿你的原稿 所以它是经过扫描的 所以你用黑色的会比较清楚 好 那个 不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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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从这里到这里 我画就画好 我们是从这一个刻度到这个刻度 你只是在上面悬空 标记不清楚 标记不清楚 似到这个图 tipo 了 我写2x平方写难 它跟谁比较 它这一个代表它是 这一个基本图的两倍变化上去 对不对 所以它图形我会画的比较 比较瘦 事实上是因为它的变化大 因为它是两倍高上去 好这个位置如果是 以照我的上面写的是3 好 你有办法算出这两个焦点 坐标吗 我好像还没有写对 这里要怎么改 减3还是加3 它的位置 它的位置从出发的位置 就不是0 它已经把它降3了不是吗 所以它在这个位置对不对 那如果我想要问这个图形 跟这个的焦点 我要问这个焦点 我要问它跟它的焦点 你会怎么算 你会怎么算 你告诉我怎么算就好 重点不在答案 你会用Y等于0对不对 了解在讲什么吗 所以你第一个策略应该是 所以你第一个策略应该是Y等于你来检查 到底时间多少的时候 它算出来的答案 刚好会是0 对不对 你注意我们刚刚怎么算的 我们怎么读的 时间平方之后再两倍 然后再减3的嘛 知道我在说什么 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所以我会怎么解它呢 0等于2X平方减3 我把它对调一下 不就是2X平方减3等于0吗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两倍之后再减3 对不对 说要怎么算它呢 我才可以最后算出X呢 你先试试看好不好 一分钟试试看 我画图子 啊 之前都不用画图吗 要画图 但是先不画图 先计算 哇哦 他不认识是谁计算吗 诶 完全正确 但请用分数 把它改成分数 就继续往下写 你只是把它改成分数 他很厉害 他也不需要我讲 他会算就自己算 可是他还是有在听的 他很认真在听我讲 他是在利用我在 有时候在等同学的时候 他写的 这是一个 就学习 就是这样 这个 所以我才会常常说 一浓诺考不好 是我对不起他 所以我给你们对不起 是很诚恳在给你们对不起 因为你认真 然后我没有把你教好 是我的错 这种表达方式 仍然不太好 你懂我在讲什么 我们会希望可以理解他 能够掌握他 所以我们会把它想办法 变成我最熟悉的样子 一样 可不可以再把它变成 我们更熟悉的样子 这种样子 我仍然很不熟悉他 但是答案是对的 那答案你有点少的东西 哈啰 你还没写 多少位 好 怎么算 哈哈哈 问得真好 哈哈哈 你还记得这个怎么算吗 首先你写的不完整 所以很可怕 所谓的不完整 我跟你讲 很危险 很危险 你知不知道你错在哪里 从这里到这里 再到这里 都有问题 这三行哦 你漏写了一个很重要的数字 你自己检查一下 你从这里开始都对 而且又对的不完整 从这里到这里对 可是答案不够完整 然后从这里到这里 从这里 从上面三个到这里 你有一个东西漏写的 前面这三个 有一个东西漏写的 可是这边又突然出现 对 你用红笔 来红笔标记上去 这是很重要的习惯哦 因为你会怎么写 就是你怎么想 你不写就是没想到 没想到容易出错 一级棒 但是 还要再扣分 因为 再回去检视一下 为什么会给你扣分 答案都对了 但是不完整 而且你已经比他们 两个厉害了 就是 好 可是呢 你的答案 现在目前跟他一样 不完整 他目前写的很完整 只是因为他没有 跟你一样写成这样 但是你们两个都不够完整 答案已经对了 但是不完整 你想象看 我所谓的不完整 是什么意思 你漏掉了什么 还没算完 我的目标是要算时间 对不对 我不是要算他的平方 对不对 也不错 你们的解题能力 比我预料之中的 还要好很多 那个你 对他们来讲 你是很完整的答案 那这个答案 有点可惜 就是这个答案 我可以再把它写的 我更容易掌握 我还记得 我那时候 我教你们一个东西吗 就是 根号五分之三 我不会写 根号五分之三 我在考前的 最后一堂课吧 我有跟你们讲过 就是说 根号五分之三 这一个会写成 根号五分之根号三 对不对 这一个我无法理解 什么叫做 根号五分之多少 对不对 我无法理解 了解吗 因为这个数字 我写不出来 我就不知道 你要怎么分嘛 对不对 先分才数的嘛 对不对 可是你这样子 我没办法 我不知道你要怎么分 所以我就会没办法理解 这个数字是多少 所以你写这个答案 就比较不好一点 那你要怎么把它变成 我可以很明确知道 它几分呢 怎么办到这件事情呢 写得出来算得厉害 因为我只有上一堂课而已 你越写越复杂 这个已经是答案了 非常好 非常好 你现在的状态就跟那个 俊庆的状态一样 你可不可以把 你看吧 根号五分之三 这样的答案不好 不好是因为根号五 那个我不知道几分啊 因为那个数字 我没办法写出来 所以几分我写不出来 不是吗 我希望你可以写成 比如说七分之多少 哎 我知道七分 我希望你帮我写成 二分是多少 我知道二分 可是你写根号 我不会分啊 我没办法理解那个数字 接下来 接下来的方法 两平方平方是填空不是吗 两个空格填上去 你只要填空格就好 非常好 目前第一票第一个人 完整写出答案的是他 还好啦 请问他掌声一下可以吗 还好啦 你应该这样 不完整 我跟你讲 现在很多人 刚刚就很多人 答案都对了 答案不完整 包含他也是一样 你空格只能够填根号六吗 只能够填根号六吗 根号三不可能 如果根号三乘根号三会变 根号三乘根号三是三呢 除了根号六还有哪一个数字 连乘两次也是六 对 不完整 但是你自己想出来了 没错 对啊 不是加个负号 它是两个答案 所以你要分两行线 就是根号六乘根号六是六 负根号六乘负根号六也是六 所以X有两个可能 根号六也对 因为根号六对 因为根号六乘根号六是他 对不对 负根号六也对 为什么 因为负根号六乘负根号六也是六 理解在说什么 好 这个那个 根号三乘根号三乘根号三真的是三没有错啦 可是它是两倍根号三耶 还没结束 你写到这里来 不要用小数用分数 慢慢吃 首先1.5 1.5当初怎么来的 好我来我来教一下来 同学看一下 你们班算蛮厉害的 我都没有教就有几个同学可以自己写出来 这是很厉害的 这是很厉害的 好 来就算你刚回来无所谓 你就现在看好这里 我们要算这个东西 来所有人看好这里 我们要算 这一个图形 什么时候碰到地面 对不对 所以就是要算高度领的时候的时间 对不对 对 当初它是怎么算出这个的呢 它是把时间平方之后再两倍拉长的嘛 所以它是先有平方才两倍才扣三然后才变零嘛 对不对 好的 所以我们这边会怎么算呢 这个平方是倍二乘对不对 跟减三无关 看好这里哦 所以你第一个手法你们写的非常好 第一个手法就是先把这个处理掉 对不对 所以不要减就变加 所以我就会得到2x平方会等于多少 接下来 刚刚的这个2也是它的外面的东西嘛 是它的倍数而已嘛 对不对 我的目标是x哦 我目标不是2嘛 理解我在讲什么 目标不是2嘛 所以我要的是x平方 所以把那个两倍弄掉 当初两倍不是这样抽上去吗 你把它缩回来就好了嘛 所以不就除以2吗 或者是两倍上去 两倍上去变这样对不对 你怎么 我要从 我要从这一个变这样 我是不是要两倍 那你要从 你要从两段变一段 那不就是2分之一吗 对 对不对 好 所以x平方 我要让这个2不见 我的方法就是把它乘以2分之一 缩回来 两倍上去会变3 本来是怎么样 两倍上去变3 对不对 所以你把这个3缩回来嘛 缩回来不就是2分之一吗 对 所以就是除以2 可以吗 对 两倍之后变成3 所以你把它缩回来 所以你会看到一个东西叫做x平方等于2分之3 请不要写1.5 好 1.5虽然没有错 可是最后的答案我们都希望写分数 可以哦 x平方等于2分之3 接下来呢 接下来就填共格而已 空格乘空格必须要等于2分之3 对不对 因为它是x平方 也就是x乘x 那空格我要填多少 更好2分之3 呃你们现在要慢慢脱离你们的直觉 直觉会害死你 小心啊我们现在在学更好数哦 我现在在学更好数哦 正负更好 我现在我现在 呃你把你要小心了你们 你会不自觉的把它除以2 就是慢慢来 所以我就叫你们越慢越好 这个是两个乘起来 两个乘起来等于多少 它不是两个加起来等于多少 所以你不是除以2 你们的第一个反应要小心 但是反应也是希望你们尽量尽量反应 但是你要慢慢来 两个乘起来要等于2分之3 这个数字就叫做 对对对那2分之3 正负 正负你要分开写 否则会很危险 要分开写第一种答案是这样 第二种答案负的也可以办得到 先写这个再写这个 对不对 两个数记住很重要的很重要的想法 什么叫做更好数就是 两个一样的数字乘起来可以得到2 所以这个数字可以被分解为更好2乘以更好2 可以吗 可以 这个跟那个3加3等于6 所以这个空格我可以6除以2不一样 不一样哦 你要越慢越好 因为你完全凭直解就是国小的想法直接就进来 你更好数就会很容易就学不好 所以我就知道我的答案 有一个叫做更好2分之3 还有一个答案叫做负更好2分之3 我鼓励你们分开写我不鼓励你们写正负 但是你那样写我不会说你错 可是我一定会这样写给你看 因为我要你非常清楚它是两个答案 我不要 反正这样子我觉得对你比较好了 我一下子也不晓得该怎么说 但是呢 这个答案 这个答案 这样子写不好 因为这个答案我无法理解它 这个答案是 根号2分之根号3 这个是几分我无法理解 所以我会希望把它变到我可以理解的数字 理解吗 请你们先把这边写完 然后你再尝试的写字理 这边我还没算完 你算完了可以先给我看 要很完整 要很完整 你要小心你的符号 你少一个平方 你写写写写写写写 过程平方没有写 然后答案对 很抱歉我不觉得你的想法对 要小心哦 你的记录在表现你的想法 你的记录如果漏掉平方 漏掉括号漏掉什么 那都是不好的 要非常的细腻非常好 非常好 真的一级棒 还有吗 还有要给我看 好的同学请你去写那个 我现在还在第一页 第一页如果你这一题真的完全懂 包含我昨天教的东西都完全懂 第一页的第一题的那一整大题 都可以解出来了 然后你直接因为空格很少 所以你可以计算过程 可以写在笔记本上 这个已经对了 对 OK 好 理解非常好 好 然后去写这一页 第一题就第一题 第一题好好的写好就很厉害 在哪里啊 这个答案对了嘛 先确定一下 你有非常好的习惯 可是这个习惯不好 为什么你知道吗 这个习惯是什么呢 我这边有两种套餐 这边也有两种套餐 这里有两个这里有两个 我会觉得套餐配起来会有 一二三四 你的那个写法 我会觉得有四种答案 知道我在说什么 你写正负二分之更二三 乘以正负二分之更二三 这个写法很危险 这个写法告诉我说 我这边有两个选择 这里也有两个选择 所以这里过来有两个选择 这里过来有两个选择 答案有四种 可是明明答案只有两种 你是要正配正 负负负 所以你要分开写最好 你这个已经完整了 然后你现在就是把 黑板的那个算一算 理解吗 没有完整对不起 没有完整 X平方等于6 我再写一次哦 所以你要填空对不对 这个空格有什么机会呢 更号6有一个机会 会等于他 另外一个机会 这一个也会等于他 这一个也会等于他 这两个一定要一模一样 因为它是要求相同的 理解吗 所以我就说我的答案有两个 一个叫做更号6 一个叫负更号6 因为只有这两个答案 带进去可以对 所以这个可以填入空格里面 更号6乘以更号 这个填更号6 这个就要填更号6 因为它们两个是相同的东西 你这里填负更号6 这边就要填负更号6 所以我发现 X我可以找这个答案 我也可以找这个答案 也就是 时间更号6的时候高度0 时间负更号6的时候高度也是0 OK吗 然后接下来黑板上 那个是稍微复杂一点 前面多了一个两倍 两倍 两倍只不过是它的图形比较瘦 因为它拉得更快 两倍上去 懂吗 然后你试着把它看懂 然后再自己写 麻烦你重写一次 自认真 重写一次 自要认真写 然后我们的目标是 我们的目标是最后分母没有更号 这个答案已经OK了 然后我们的目标是分母不要有更号 你知道你在写什么吗 不完整 不完整 你这边落了一个东西 你自己看一下 你这边这一行是错的 你知不知道你错在哪里 你从这里看下 你从这里看下 你错在哪里 表面上都没有错 你注意看 你注意看 从这里到这里 你写错了什么 从这里到这里 你写错了什么 二分之三没有错 你有一个东西 来你读一下这一行 这一行你读一下 然后这个呢 你怎么读 你没有读完整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你漏掉了什么 你从这里到这里 是把三乘以二分之一 变二分之三呢 这里有改吗 没有改 你怎么可以平方不见呢 你知道我在搜索吗 等等等等 还没到那里 还没到那里 麻烦你们没有问题的人 请你们自己去写第一页 把它完成可以吗 可以 把握到时间 你们如果有问题 可以先互相讨论一下 这个要怎么算 你不觉得这两个也是一模一样吗 所以要填空格而已 然后 要填什么 空格要填多少 对啊 结束 但是这个更号三是加八得到 所以X会等于多少 对 然后更号三乘更号会等于 然后更号三乘更号会等于 很重要的 很重要 因为你怎么写在表达 你怎么想 所以你要养成一个很好很重要的习惯 你要检查一下你写的跟我写的一不一样 你有没有漏掉什么 该有平方没平方 不该有平方有平方 就很奇怪 你要注意很细微的东西 你学东西才会完整 所以最后答案写完整 最后答案有两个 一个是 一个负的啊 一个真的啊 对对 但是这个答案 这个答案最后要写到这样子 写成这个样子 对 哦好 好 OK同学 请看我这里 抱歉 我先问一下 这一个会 你这一个看得懂我在写什么 你也有能力把它算到这里的 请举手 好 放一下 还有人不会 各位我再讲一次哦 会的零也再听一次 我再讲一次 哈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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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听我这里 注意听我这里 我这个在算什么呢 我在算 y等于2x平方减3 对不对 我在算这个图形 什么时候会碰到地面 OK吗 所以什么时候高度会等于零 在什么时间 对不对 然后我现在只不过是把这个跟那个零对调 我为了因为这边比较隆重 这边比较 这样比较好算 OK吗 我只是对调而已 目前看得懂吗 志强看我这里 OK吗 再来 当初在运算的时候 这一个是先平方之后 再抽两倍长之后 再扣掉3的嘛 对不对 对 所以我就先处理这个3 所以不要减就变加 看不懂要跟我讲 然后接下来 当初是两倍抽长之后 才有3那么长 对不对 所以你是不是要缩回来 所以x平方 两倍之后才变3 所以你把它除以二也就是乘以二分之一 对不对 x平方还是x平方 到这边目前为止还是x平方 没有变x 但是哦 那个均点看我这里 3乘以二分之一从这 你要知道你在写什么 你没 所以我跟你讲写越慢越好 就是这样 你要知道你在想想 不然你是把它抄下来 3乘以二分之一是二分之三 对 这里没有做任何改变呢 理解吗 所以x平方等于3乘以二分之一 然后再下来就变x平方 一模一样 你不会突然变一个哦 两个还是两个哦 变了二分之三 然后接下来 x乘x等于二分之三 我还是照抄而已哦 x乘x等于二分之三 我只是把这个挖洞 让我可以填 可以吗 那两个乘起来要等于它很简单 就是把这个东西开根号就好 可以吗 所以我就会得到 根号二分之三 根号二分之三 那因为负的也可以对 所以答案有两个 OK吗 再来 可是这个答案不好 这个答案不好 这个答案就叫做 根号二分之根号三 这个答案不好 是因为我不容易想 这个不知道几分之几 对不对 我没办法切了 理解吗 你们现在有班上有二十几个人 27 27个人 买蛋糕过来 我知道要切27分 对不对 切分给 你整个给我就好了 如果没办法掌握 你们人数有多少 我就不知道怎么切 不是吗 所以我必须要能够掌握人数嘛 对不对 掌握人数 可是这边根本没办法跟我讲它的数字有多大 理解吗 所以我要把它弄成我熟悉的样子 所以我对它做一个动作 我把它乘以多少 为什么我要选择乘以根号二 它就变成二 因为当初我们创造的时候就是这样创造出来的 根号二乘根号二一定会变二 就可以让根号不见 也就是把根号二平方 根号就不见了 可以吗 所以根号二乘根号 那可是我们橡皮筋在拉的时候 你一起放大的时候 是不是要一起放大 分子分模要一起放大 倍数才可以一样嘛 对不对 对 所以你下面放大 上面要跟着放大 倍数才没有被变 对 了解吗 了解 好 接下来的运算是 下面就可以变成什么 2 上面呢 2 你在做乘法 计数你在做乘法 三二的多少 6 所以我就把这一个转化成这个样子 这个我就可以理解 我要把根号六二分 对不对 刚刚我讲不出来 几分我讲不出来 这个我就讲得出来 可以吗 接下来再写到这里 我的答案不会这样子写 答案我会说等于 二分之根号六 跟负二分之根号六 养成习惯这个不会花你太多时间 分两个写 来刚刚没有完成的 请你现在完成这个 然后我们第一节课没上到 要怎么办 第一节课会挪到下个礼拜一的第三堂 你是说我连后面都没有了吗 你现在没有笔记本可以写了吗 你完全没有笔记本的吗 暂时先暂时先这样子写 后面那一整叠是什么 后面那一整叠是什么 哦好 你可以跟我多拿几本UBI在里面搬 好不好 哎 你们用完了之后忘记去找我拿 就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好 好 来我们先看黑板这里 刚刚那个伊隆问我的问题 呃 我先把它分开写 这两个的差异在哪里 来注意听哦 这个 我只剩三分钟 一个在负8的位置 一个是 一个在负8的位置 一个是在原点的位置 对不对 两个都在负3的地方对不对 对 所以他们两个是不是一模一样的图形 对 而且是在相同高度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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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一个 也就是说他画的图形是这样哦 注意看哦 这个是在这里 对 往上 对 时间零的时候 这个是在哪里 负8 一样是在 这个地方 往上 了解在讲什么 了解 那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我不是很快可以算得出来吗 X0-3 这个不是你会算吗 是 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这个在算什么呢 0等于X平方减3 所以你在算什么 X平方什么时候会等于3 不是吗 可以吗 可以 可以有跟上吗 有 如果有跟上的话 X等于多少 更号3 更号3 跟负 更号3 所以这边是更号3的刻度 这边是负更号3的刻度 代表这个的宽度有多宽 5 2 6 这个有多宽 6 等一下 3 这里有多宽 3 你们会不自觉的又把它3加3了 等一下 这一段的长度有多长 跟号3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你有跟上吗 有 你刚刚是没有在我这边上课 你刚刚中途才进来的 好 我先放着 这里是更号3对不对 对 这里是零对不对 所以这段的距离有多长 跟号3 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知道 除了他以外 不知道的请举手 好 这个到底在哪里 我再讲一次 我只剩一分钟 这里是3 这里是零 代表什么意思 为什么它可以叫到3 没有3 为什么它可以叫到3 我在那个直尺上面 有个刻度3 那那个3不是随便讲的 对 那是长度 从零量过来有3那么长 可以吗 可以 所以如果我这边写更号3 代表从这边量过来 就有更号3那么长 对 可以吗 可以 所以这边如果是零 这边是更号3 就代表这条长度是更号3 第二条长度也是更号3 不是吗 对 所以请问一下 看我这里 这两个点的答案 5八加更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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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记得我昨天讲过了吗 高度一样宽度一样 对 对 所以我从这里到这里 我从这里到这里3 我从这里到这里3 我从这里到这里也是3 对不对 所以我怎么开 你也跟我怎么开 不是吗 所以 这里是更号3更号3 这边也会是多少 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知道 关键在哪里 这一个跟这一个一样高哦 才可以哦 一样高才可以一样开哦 图形变化才有一样哦 对 知道我在说什么 所以 这里是从零加更号3 从零减更号3 所以这里要从哪里来加更减 负8加更号3 你在负8这里不是吗 对 所以 上面这一集的答案 0等于x平方减3 这一集的答案如果叫做正负更号3 这一集的答案就叫做什么 等一下我把它写好一点 再一次 8 你如果真的懂 这个可以让你解一大堆题目 y等于x平方减3 我高度0的时候是在什么时间呢 对不对 那这个我就很快的算出 x平方就要等于3 对不对 所以x会在哪里呢 更号3跟什么 负更号3 李姐姐在讲什么 对 这个是 这个的意思是什么呢 这个的意思是从 丛林过来 对不对 丛林 所以你的点是更号3跟负更号3 那我现在如果 你们那个粉笔要帮老师准备一下 好不好 我拿不到粉笔你们知道吗 就是粉笔要准备在这里 y等于x加8的平方减3 这个的图形 来看我这里看我这里 这个图形不是跟他一模一样吗 对 所以算出来的答案会一样吗 不会 只不过就是他是从哪里开始 对 他从哪里 负8 对不对 了解在讲什么 了解 所以他是负8加更号3跟什么 就是这个跟这个 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知道 知道啦 他是几十六分 我在算这个 跟我在算这个 这个看起来是不是很难 对 但是这个跟他是一样的 对啊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 他是一样的哦 你知道他是一样的 请举手 放下 所以上面是比较容易算 对啊 我用上面的算完之后 再来算他是不是就很快 对 知道我在算 知道 麻烦你们回去第一页 要把它写完可以吗 下课 可以 partisanship 赢 下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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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较 下课 转发 下课 转发